我国耗资几百亿,修了一条基本没什么车的高速公路 京兴高速是连接我国首都北京和新疆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 它全长2540公里,沿途穿越多种地形 有广袤的草原,也有浩瀚的沙漠,也有荒凉的戈壁滩 驾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你可以看到祖国壮美的河山,感受不同地貌的风情 可是,自从2019年全线落成后,京兴高速上车流少之又少 刚开通的时候,京兴高速的日均车流量只有1300辆 即便经过几年的发展,截止到2023年3月14日 京兴高速公路每日车流量也仅有1.3万辆 而虎门大桥的日均车流量可以达到13万 由此可见,京兴高速的车流量少到什么地步了 你在这条高速上开车,可能一天都不一定能碰到一辆车 因此,京兴高速又被网友们戏称为中国最寂寞的公路 可谁又知道,这么一条荒凉的高速公路 当初修建时花了我国整整7年的时间,总投资370亿 是亚洲单体投资最高的高速公路 并且以目前的车流量来看,京兴高速回本之日,遥遥无期 投资370亿修建的京兴高速,为什么很少有人走? 京兴高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高速公路之一 横贯东北、华北、西北,也称三北大街道 可如此重要的公路,车流量却非常携手 甚至每年都要亏损上千万元 这究竟是为啥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京兴高速部分路段的沿途环境太恶劣了 很不安全 整条高速长2500多公里 跨越了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三大沙漠全境 要穿越长达500公里的无人区 这途中很长的一段,路边是没有加油站和服务区的 一旦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没油了 在前部着村,后部着店的沙漠无人区 路过的车辆又很少,短时间内无法脱困 如果是晚上,那情况就更加的危险了 加上京兴高速,穿越很多沙漠地带 即便有工人进行养护 很多路段还是有风沙掩盖路面的情况 车辆行驶在上面容易打滑 不管是对于老司机,还是想要自驾的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周边基础设施匮乏 加上不怎么安全,是人们不愿意选择京兴高速公路的重要原因 今天有高铁和飞机 我国有什么必要砸370亿 修一条没什么人走的京兴高速呢? 京兴高速路上车流稀少 基本没什么人愿意走 想要去新疆的人,坐飞机也比自己开车方便 那么,修京兴高速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这条公路的意义远非局限于眼前 而是蕴藏着长远的价值 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却因为恶劣的地理条件制约了经济发展 但有了京兴高速之后 货物和人员的流通变得更加方便 尽管人员流动很少用到京兴高速 但一些生产物资、货物等 可以通过这条高速公路快速运到新疆 还能降低运输成本 所以,这条公路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加强新疆和东部的联系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建设 同时,京兴高速公路 不仅是连接东西部的经济纽带 更是连接人心的桥梁 为中华大地注入了更多发展的活力 也加强我国新疆边境地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让新疆同胞安居乐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